俄军撤出赫尔松城 退到蒂涅伯河的南部 西方的媒体就开始狂呼说他要赢了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确实俄国人在这一段时间打的不怎么样 打的不怎么样 有一些地方是夺回了 像洪利曼也开始去抢夺了 但是赫尔松又被迫要放弃 你可以看得出犹太老 他早来都是基本上乌克兰炮灰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他们自己人都有估计 西方的媒体估计是6比1的损伤 乌克兰的军队几乎是死掉6个才干掉俄军一个 前期的战争了 那现在是各国的雇佣兵都去了 包含台湾也被派了一个炮灰 高山族的挂掉了被打死 还有日本人也被打死了 都是违反政策跑过去的 那找来各国雇佣兵 大部分都也是被抓去当炮灰啦 万岁冲锋我前面讲的 他发现你俄军开始在某个地方反攻 他一定要反制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犹太佬他们的战术是 是会用各种的 各种的那种手段 他不是用传统的战争打法 他会用各种的 他甚至运用中国的兵法 运用的很熟练 我看他在打反攻赫尔松 事实上是一个障眼法 事实上是俄军已经攻破了巴赫木特 还有夺取顿涅兹克机场 那他为了要返回一城 就不计一切代价去反攻赫尔松 反正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他们现在有大量的欧洲炮灰 还有甚至连东亚都有人派炮灰 去给他用了 那这些人基本上他的战术体系 是不会比俄军强的 他只是数量多 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 那再加上俄军的士气比较低落一点 士气比较低落 那他趁这个空隙 你反攻的时候 他就来攻 攻另外一个地方 都是玩威威又救赵之际 然后也是搞大胆穿插 所以他为什么要炮灰 就是搞大胆穿插 那俄军就 补给线就会受到影响 就 这是俄军目前的弱点 他发现受到影响他就得撤 然后你看上游地灭泊 那个地灭泊河的上游水坝受到威胁 他就有可能一炸开之后 那个底下的那个赫松城会被淹没 他就开始撤离百姓了嘛 那撤离百姓他对外说现在撤退 可是里面还是有些军人在死守啊 那现在 乌克兰会不会进城 那不敢讲 但是他把外围的 外围的几个 城池外围的一些土地就宣告收复 主要就是提振士气跟打击你的那个俄军战役 战斗意志跟士气 你看他用的完全都是那些招数 穿插打击你的战役士气 然后舆论战 这三个互相支援的 穿插 找大量的炮灰去穿插 然后 打击你的士气 用舆论战 舆论战颠倒是非黑白 强弱来 来 来舆论上先压制你 然后再攻破你的士气 各种事 然后你看 所以他为什么连中国一大堆的大逼都被他收买 因为他 只要发现你 普京 转入被动 他马上这一招就拿出来 就赚了 马上这一招拿出来赚 那你就会越来越 打得越来越不顺 那 我也讲过突破他的方法了吗 不要管这一切纠缠 主要就是从北路直接把基辅干掉 现在你看基辅都已经被轰炸的 全境都被轰炸的 所有基辅设施都没有了 为什么乌军还有战斗 战斗能力 那根本就不是乌军了 根本都是西方的一堆假借雇佣兵名义 事实上从北约军队调过来的 基本俄军也知道 这都是很多都已经是北约军队了 用雇佣兵名义一个一个抓来当炮灰用 然后再补充他那个三角战略 穿插舆论打击你的战斗意志 那让你陷入被动 那赌的一场就是你能不能从北边打基辅了 现在基辅被轰炸 你明明都已经大300万人离开基辅了 你基辅的基础设施都没有了 基本快要快变鬼城了 有很多乌克兰的大城市都这样子了 基础设施都完了 那为什么还有补给心也被炸掉了 那为什么还有那些军队 乌克兰实质上已经死掉了 这个国家我看已经是死掉了 因为他们自己估计大量的年轻人都已经 不是逃跑跑走就已经死掉了 战死了 剩下的兵抓到 俄罗斯现在抓到的很多战俘都是老兵 乌克兰是老兵 还有其他就是一些雇佣兵 公兵那个俄军他是不留情的 直接都杀掉了 有一些都杀掉了 或者是被扶之后判死刑的 这各位都知道 那 你就可以知道他对方用的那个战术是什么了 那事实上你这是大量损耗HP来占占据你的那个优势而已吧 看普京什么时候一直说 所以他现在要释放和谈讯息 为什么他要求 泽连斯基去和谈 他其实根本不想和谈 他是想要利用这和谈再瓦解你的战役 因为如果普京愿意和谈 俄罗斯的战役又会再下降 他就要用这个虚假讯息 迷惑你的额捐上下沉 重点火力在这里 你要先把它抓出来 火力问题在这里 绝对不要和谈 要站到最后 因为这就是犹太佬的基本招数 让你有这个投机心理 因为犹太佬本身就是搞投机起家的 他要对付他的敌人 一定就是抓对方的投机心理 只要对方有投机心理 就会被他利用 连希特勒都这样被他玩死了 我也先提过 斯大林是咬死不投机嘛 所以他无机可蹭 所以他非常恨苏联 但是后面的苏联领导人又投机了 他就会被他有各种方向来渗透进来 所以这场俄乌战争 关键就到了 就是你普京要敢于从北边进兵 所以他很怕 他现在会从美军重兵集结波兰 他怕你从白俄罗斯再来一次北陆军过来 他就会破功了 他怕你的那些30万新兵训练好 从北陆军过来 他把集结重兵再压在白俄边界上面 其实这个时候也不难解决嘛 我前面好像也提过嘛 你只要敢侵略白俄罗斯 就是就核弹轰过去 我不信你敢用核弹轰我 因为我俄罗斯至少账面上的核武数量 我俄罗斯是世界最多的 战略核武世界最多的 你就要敢用啊 你说你只要敢进攻白俄罗斯 我就用战略核弹把你轰掉 把你整个北约轰掉 从天上打下来 这样子基本他这几个投机倒把的这种转圈哈 就就没办法了 就马上开始就我刚才讲的三个在互相支援的那种 那个战术他就就开始玩不转了 所以十你看你实质上你攻破了 俄军攻破了顿利茨克机场 还有夺取巴赫木特 那对这个机场是打了八年了 因为那个机场是 那周边的那个碉堡 碉堡群是美军顾问去让乌克兰舰的 一层一层都是里面都是火力点 然后派一些赶死队在里面嘛 那现在基本可能人家怀疑有用到战术核弹 把它弄掉了 放了高爆炸药 因为它里面盖的太坚固 有点像是那个马里乌波尔的那个炼钢厂一样 也是一个钉子钉在那边 钉在那边现在终于拔掉 那你对那一只客基本的压力就减轻了 可是他却在赫尔松那边制造他赢的一个假象 然后他赢的假象他知道这只是一个赢的假象而已 多扳回一层的假象 可是他要用这个来动员全球舆论来压你俄罗斯 这个你这个你这一套如果普京上当那你有可能赢 但如果普京不上当倒霉的是整全欧洲人 还有你老美 因为你做总体战来讲 你的欧洲人的经济已经垮掉了 实质垮掉 现在还在嘴硬 看到俄罗斯一个小败 马上就英法 就英法还有德国的一些官员就在那边鬼后 鬼叫你们 你们是牺牲最惨重的 我前面讲的 那个元老 他还真的以为是他胜利 你们是三个国家损失最惨 这场战争 结果被犹太老将拿捏过来拿捏过去 他以为他赢了 然后就开始放一些很奇怪的话 讲一些让整个亚裔 俄罗斯撤出赫尔松 我们就要在东亚 遏制中国 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亚太 好像又回到那个 大航海时代 那个梦回大航海 我又跑到亚洲来 来敲你中国人的关了 敲关 俄罗斯撤出赫尔松 怎么会跟那个有关系呢 让我想到以前那个南方事件课的那个 那个我还提过这个剧情 以前那个漫画 我要找水管工人 水管工人在家吗 水管工人他不在 那怎么办 你真的很急吗 对 我很急 我家里有那个水管破损我要修理 可是他不在 那怎么办 好吧 你这既然这么急 那你把你的屁把你的大幕放到我的肛门里面 我放进去了 啊我现在是水管工人了 你为什么现在就是水管工人了 因为他上了硬物就会变身了 这二十几年前的被变态卡通的美国南方事件课的逻辑 现在竟然在欧洲领导人身上会有这个逻辑 一看到俄军撤出荷尔松 那也只不过就是犹太老玩那个把戏嘛 事实上是 事实上顿内基克机场 钉了八年的钉子被拔掉了嘛 有点像马里乌波尔链钢场 然后巴尔木特 要被俄军攻了嘛 然后弘利曼方向也已经被俄军攻进来了 那他在赫尔松反击嘛 组织一个赫尔松反击 那而且攻击就是上游的水坝 那俄军怕整个赫尔松城就被淹掉了 那你看他打的都是那个弱点 我刚才讲大胆穿插 然后舆论战嘛 只要他一撤他就认为全赢了 那些被牺牲最惨的 被玩的最惨的那个英法德 德国还清醒一点跑到中国大陆来了 但是还是被迫要放那些鬼话嘛 什么你可以 我前面提过了 你要改变台海你一定要和平 但他还最算最清醒 说你可以 你可以改变但是要和平 另外法国说要自由开放 英国说不能只靠美国 我们自己也要上 你英国有什么实力可以上 苏格兰要独立的呢 台湾独立没有前途 找不到鬼影 还找不到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你苏格兰就要跑掉了呢 那你还想着 想着要来台湾了 你连香港你也搞不定啊 香港现在直接就把你那些英国 那个带假法大法官 一个个都拔的差不多了 就是他上的义务就会变身了 看到俄军从俄军从赫松撤走 就认为我们可以打中国了 这这这这如何可能 这如何接上来的 你越来越跟台湾台湾的那些井蛙 就说什么 你看美国下了一个芯片净利 中国进入石器时代 还是那个年代 那都是一些绿畜在里面搞了 那里面台积电都快垮掉了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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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对象要进入石器时代 这个都没关系了 这个反正出了这一堆这种人 但是重点是你的普京不要去上这个当 包含你看中国大陆的内部的一些媒体 有一些配合西方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抓出谁是汉奸 所以你们在内网上只要看到有人 拼命的替西方辟谣 然后想办法贬低俄罗斯的 这个人就要抓出来 他就是汉奸 不要怀疑 这种情况你还在支持西方 你就是汉奸 你还是 你就是汉奸 因为俄国事实上底气 从你这一战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底气很弱 他不可能是中国的外患 你可以跟他找得到很多平衡点 甚至他还会做出很多让步 从中亚到外蒙 他都开始全面让步了 包含他跟普京跟习的各种有长时间的战略沟通 这都已经是述诸诸在文献上面 你国家领导人已经很清楚 我是在战略上是支持他的 可你底下的却用各种理由 说我要 那汉奸武艺了 汉奸武艺了 那你们就可以在版面上直接揪出他的原型 这绝对不能够放手 借这个机会就可以找到汉奸 这也是一个战前的 一个 你可以钉 贴谁是汉奸 就给抓出来 不一定是中国 因为你如果扯中国议题那么敏感 他绝对不敢讲说我不愿意武统 先前说他说要合同的时候 那些汉奸说要合同的时候被你抓出来 说你是汉奸吗 他这个时候还要转换话题 那你转换话题的话 从这边也可以抓到你 所以这一点很清楚 尤代老用这种方式去对 这种战术去对付俄国 他为什么现在还盯着台湾 我前面有提过 台湾对他们 昂友很合体 尤其是昂格鲁萨克森 英美海盗体系 是拖他时间用的 我提过 他在台湾没有损失钱 没有损失人 没有损失什么东西 损失最大的就是时间 我想在 在南洋直播的时候我也提过 他损失最大的就是时间 那他损失最大 的是时间 犹太老他一定会从时间上面 扳回来 扳回一车 对他来讲 就是这个战术 所以他一定会指使 英美这些海盗集团 来 来 利用台湾再拖中国时间 因为现在中国 已经国力上升 你下降嘛 你英美整个下降 欧洲整个也下降嘛 今年的冬天很难熬嘛 很痛苦 很难熬嘛 包含 美国更是什么 什么屁都没有了 所有科技战都输掉了 只能 只能强鼻台机电吧 那些 东西 那个玩意要给他 那就赶快去 赶快去 我讲过了嘛 可是 这个 你就可以看 他 发现他衰弱了 他 想要在台湾再扳回一层 这是他的反击模式 就他发现 他被台湾耽误了时间 他一定要再用这个 东西 来反击你中国人 就是托你中国人的时间 他知道台湾最后是守不住的 所以他也没有做 守住台湾的计划 这一次呢 你看美日的那个 那个 都是防御性的 包含他对朝鲜都没责 整个东南亚基本 外交也被中国拱固了 南海他也挑不起 另外一些话题来替台湾掩护了 没有了 那 还用尽各种方法 你看那个 他可以动员 G7说我来支持和平 支持台湾和平 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嘛 他为什么要这样喊 那很简单吧 就是 托时间 托你时间 他想搬回这一层 你可以也分析出他对中国的策略了 那就是不给他都成 我们就是催出时间 所以习 在新的人士 在新的人士上任之前 明年3月1号 这些新的人士 清一世才上任 战斗内阁 那 可是在这之前 他就已经先去那边 穿着迷彩服了 全军要备战 全军备战 那这个其实也是呼应到我前面讲的 普京在乌冬纠缠的这么焦头烂额 但是不管怎么说 普京还是没有败了 普京还是没有败了 他的战略目标还稳住了 只是你攻破了一个要地 他马上从赫克松 再搬回来 他要保护他前另外两个战国 我讲过的 舆论战跟打击你的战斗意志 打击你的战役 然后他咬死不承认中俄之间是合作的 咬死不承认 那你就可以完全可以知道他的心理状态 他的心理状态 就是要制造一个假象 表现他是强势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的这个假象没有用 这个假象就是 他从另外一个方向来攻你的 包含 他在台湾为什么搞了这么多荒谬的理论 他也在想要拖你时间 他想要 赢回来 赢回来 因为他先前在台湾输最大的就是时间 你已经失去 遏制中国 打压中国 甚至进攻中国的机会 你就是跟中华民国乌龟王八 一路玩到 玩到 玩到 你看我前面讲三大战役的吧 张海平三大战役的吧 他本来他以为真的 放在这中华民国乌龟王八的身上就可以 本来是在中国大陆驻军的 那一路被轰出去嘛 然后台湾驻军 再从台湾出去 认为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渗透 只要苏联一垮 就跟着这个翻白 所以八九六四什么招数 这很多了 一路走来 到最后发现全部都是失败的 连科技战都失败了 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被 中华民国乌龟王八的身上骇到 哈哈哈哈 他们可能都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 这被中华民国乌龟王八的身上骇到 但那些犹太佬肯定知道 肯定意识到了 那肯定意识到的话 他就要 很气 那他一定是来这一方面的 来阴的 他也要用这个再反过来托你时间 这是他们的反击模式 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定要找到 另外一个阴面的方向来反击你 当他意识到他吃亏的时候 那你看他对俄罗斯也是这样子 他战场上拼不赢 用毒品嘛 毒品都是炮灰嘛 那他要从另外一方面搬回来 就是舆论战 这他手上的优势 但这一点 这一点 如果破他的话 你只要打基辅 他这一招就破功了 所以关键还是那个基辅 基辅 不要怕他再破 他不敢进攻白俄罗斯的 因为他进攻白俄罗斯 那全面全面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你可以使用 使用核武 可以使用战略核武去对他做核打击 伊朗现在也已经不讳言他要介入 你看伊朗一要介入 他马上煽动颜色革命 伊朗的精神兵介入了赫尔松之战 他知道你重兵集结在赫尔松 因为那边乌东那边你俄罗斯主力在那边打了 他这边赫尔松他就要抢回来 伊朗的先前就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在里面了 他一定要再反击回来 就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都是用卑鄙手段反击 那可见你可以知道 基本上已经是全面犬牙交错了 中俄一跟他们整个西方集团 已经是犬牙交错 在私底下已经在就在撕尘 现在 总的来说 全局现在就只是看中国的决断 尤其在台湾 这边一搞定 那整个 他亚洲就开始松动了 开始松动 那就 那就是全面反攻的阶 所以我认为普京 现在也在等 习的决断 普京在等习的决断 那现在各方都在看他态度嘛 这个时候不要拿窍 这个时候拿窍 感觉你很高明 事实上不高明 事实上不高明的 你这个时候拿窍 不高明的 在拖延拿窍 不高明的 这个局面拿窍 不高明的 到最后只会让 寄望你的正面的人 心里有个借地的 包含中国底层的老百姓 包含底层的老百姓 你是会这样子的 不要被 这才 这个时候 有心机反而是最没 最被人看穿 就好像我前面讲那个 小蒋 心机很重嘛 可是一杯敬酒 你回去看我那个 夭壽学员后继那个 一杯敬酒 你的心态全部破了嘛 你再怎么心机藏不住的 那最后让人看出你是 有这心机的 没关系 事后再来 再来解决嘛 事后再来 那你看 我前面又有提过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心机 看准时机就下手 而且 也不要会人资源 俄罗斯 因为你看 乌克兰 你从乌克兰的那个马达西齐 被 中国的资金被整个被没收 你就可以没收几十亿了嘛 美元 那你就可以知道 中国按住 俄罗斯的 资金有多少 优太老 优太老他的反击一定是这样子 像会计作账一样 他是一定会从另外一方面来 耍卑鄙手段把你咬回来的 台湾这边就咬时间嘛 他发现他在这边时间吃亏了 那边 他发现你资源俄罗斯大量的金钱 然后让我们西方捆那么多 他就一定要咬你 开始没收你的钱 所以之后一定是互相没收钱的嘛 然后他现在 很多主要的 在中国投资的都开始撤了嘛 他知道你看准你一定会动的嘛 局面逼着也要动的嘛 从二四大他看出来了嘛 二四大的人事布局他就看出来了嘛 那你不动都不行 这跟你习的个人意志已经无关了 到了这种情况 那你 所以我才会说 你动心机这个时候是很不适合的 不是时候了 不是时候 就顺着举走才最有利 这种情况 最后稍微补充一小段 就是因为前面我收过 我那个很多票 电脑出事前 很多票都不见了嘛 然后我用毛笔 写一些 写一些回来 写一些回来 那写回来的时候 长相就会不太一样 越长越不一样 现在就努力 因为里面有一个天翼局 四五连制天翼局 这个票我就不要漏了 跟围棋有关 跟围棋有关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就不要多说了 那就是我讲过那个阿帕购 阿帕购的事情嘛 我提过了 讲了几次 那真正的围棋的运用方式 那不是那样下的 你怎么样下赢阿帕购 就是高 其实阿帕购只是 我跟你讲过 那个台湾那个很恶劣的人 跑过去的嘛 没关系 你那个只是低阶妖魔啦 你那个 真正高阶的 是 我直接把里面的性质改变掉 这个我就不漏票 不漏票了 那 那刚好我在网路上看了几个 我结了蛮多张图的 蛮有意思 就是他讲那个 意这个 这个意 就下起这个意字 那个意的那个歌 我结了不少图 那从这图当中我也 直接知道怎么样 转换 就是从这个图 因为我原本那些票 在写回来的时候 也需要一些情境吸收 那天意局基本上 我就露这一张 然后 把那些围棋的那个核心元件 重整 然后 在新任的二十大德 设定一个时间 现在速度可以越来越快了 因为 积累过去的那个 我讲过那打你老祖的那个 那个 那个功 讲的这个心酸了 那 现在来突破这个就不难了 在二十大的新任的 那些战斗那个上来的时候 我这个就要 整个创造完成 叫实质可操的票 里面有一张票是这个 因为有很多票都不见了 我写回来也有很多 那有些只是刚要 那刚要 那有一些我就 直接 把它具象化 具象操作化 具象操作化 到最后就可以得 可以 这几个意境 全部通通都可以完成 这你可以去看 我看了这些 那个大陆新的 这些卡通的这些画家画手 还蛮有意境的 有一些 有一些画家 蛮有意境 但是差就差在核心 没有 你漂亮的东西很容易造 但核心精神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最关键的 那我讲过 原因为什么大陆会缺呢 就是 就是我讲过以前 四象征的事情 四象征的事情 因为大部分都被 拐到台湾来 招踏掉了 老奖时期 基本上都招踏掉了 那你大陆重新培养 新的国事级的人 我讲过了 斗争完毕之后 乱世倒光 但是小丑还在 那你在那培养 国事级 那个进度就很困难 因为小丑太爱多了 这也就是 我前面讲过 这个是被迫才要 才要摆四象征的 那 没关系核心 台湾也搞一些 做好之后就 挽回船 之前我讲过 朱邦复干过这事 朱邦复 朱邦复也做过这事 也有类似一些其他的人 在很早两岸通的时候 就已经这么做了 那我这个已经是算晚了 因为这太难了 他讲过那个游戏局 这个游戏局 04到17的那个游戏局 那个游戏太难了 难道吐血 一点标的方向 也没有给我 只有一些暗示 那暗示 又没有用了 没有养分的 他只能 自己在寻找方向 终于懂了 终于懂了 那就 他就可以回馈了嘛 完成之后 这个东西到最后就 摆出来 我什么都不用多说 你们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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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拜 摆在面前不多说 这个是最神的 这 呃 这让我想到以前 我为什么后悔用这个毛笔来写 毛笔来写这个票 先改用最原始的手段 写到我这边都很痛 这个这条件可能就是 因为毛笔是软的吧 我已经接近20年 没有用毛笔去记录一些事情了 甚至用原子笔记都十几年没有了 因为原因是 电脑嘛 都用电脑创作了 呃 但是这让我想到以前那个 有一部那个最后结尾就是 有一个台湾的那个布袋戏哈 台湾的布袋戏也是早期保存的那个 闽南一带的 好玩的 那黄文哲前一阵子死掉了 黄文哲布袋戏 我以前有看过他的布袋戏哈 但后来就不看了 因为他连环不停 但他这连环不停就是 呃 也没有什么意义啦 但是由 后来做了一个单元的 开头 广告 叫东黎剑游记 那东黎剑游记的第一集我看 但东黎剑游记后来他们底下的那些 制作单位为了要赚钱跑去巴日本人 化成漫画到日本宣传 呃 那个那个日本日本其实就 他说你这算什么他 你他只喜欢里面的中国元素 不然的话你那个 你这个漫画对日本人来讲 他他画的比你好得多的是 那他比你有更好的故事多的是 他就是里面的武侠跟中国中国一些元素了 他那个里面有个角色从西幽到东黎 有点像是两岸的一种隔阂 他说原本这是一个一个国一个国家 然后因为中间不知道产生什么隔阂 就变成东黎跟西幽有口音上的差别 西幽到东黎有一个老中年大叔在那边 他的剑是那个木头做的涂层金属 但是他那个战力很强 他那个角色就有点印到我那个角色 你为什么要用那个木头的那个剑 他讲了一堆原因 那跟我用毛笔来写这个票也有点类似 因为你的性质太极 里面讲说他性质太极 很容易就动手 那很怕既伤别人也伤害自己 所以他用的那个剑是木头 可是他几乎锁向无敌 后来发现他功力那么强 锁向无敌 而且用的是那个木头剑 涂层金属漆而已 那我的毛笔的理由跟他一样 我用毛笔写这票 你性质太极洋洋洒洒 冲的过头 因为落实会落实的程度会有问题 所以改为精简文字 那精简文字最好的方法就是慢慢这样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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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然后自己还重新用红笔再批一批 那才有意义 那你这个是提供给各位 你也可以如果你有什么写作创作 建议你用毛笔 建议你用毛笔 慢慢练那个 那个 达摩老祖的师兄 达你老祖创的那个东西 先从苦功开始 你避开这个苦功 基本就没有用了 你再怎么神 你神不到哪里去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人 这样我也终于想同 为什么以前九层妖塔的那个科举考试 一定要先练八股文 你一定要写八股文 那写八股文对考生对考官都有一个好的衔接 所以八股文不要乱骂 八股文有八股文的用途 他在其实都是在到最后急的告诉你 你练不出高等级的腰嘛 干脆就告诉你怎么样 怎么样考 那就是八股文开始练 那个就是 基础功开始 不要急着那个 求那个快 快的快招 求到快招到最后都是旁门左道 你到最后就跟那个 跟那个日本那个旁门左道一样 工具箱练了上千年 全部旁门左道 全部都是旁门左道 那个到最后你是失败的 那个到最后你是失败的 就是 None 最后还是衔接ada